你知道吗 在塞尔达传说王国之类中 有一处神秘的森林 这里聚集了无数的雅哈哈 但是因为瘴气的原因 所有的雅哈哈都变成了僵尸状态 毫无生气 而每当我们走到森林边上时 就会被一股黑色的雾气传送走 让你永远无法进入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枫 今天就带大家前往神秘的雅哈哈森林 在这里不但能触发有关于前作 旷野窒息的剧情 还能随时定位大事件 以及寻找功能性极强的雅哈哈面具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我们来到中央海拉鲁的森林驿站 通过地图可以看到 顺着驿站门口的小路 就可以直接抵达雅哈哈森林 前作中这里也是充满了迷雾 当时是通过火把定位的方式 寻找正确道路进入森林 但是在王国之类中 这个方法已经行不通了 一旦抵达森林边缘 就会立刻被黑雾传走 那该怎么解密呢 这次答案依旧是地底 可以看到森林外 有一个非常大的地底洞穴 直接跳进去就可以抵达地底 四周很黑 建议搭配光亮花种子 或者发光料理 落地后朝西北方向看 可以隐约看到有一个地底神庙 没错就是这里 定位一下 然后顺着道路一路向前 走到大概这个位置 朝下方设一发光亮花的种子 可以看到有一堆的佐拿物材料 这边势力强大小伙伴可以不用管 一路朝着神庙杀过去就行 一路有很多怪要打 不想打怪的小伙伴 就可以使用佐拿物材料 造一架带火箭的飞机 朝那个方向一路飞过去集合 抵达神庙后 先点亮传送点 然后往后看 就可以看到一块很整齐的天花板 在这里呢 直接使用通天树 上去之后 就是雅哈哈森林了 上去后可以看到 不论是雅哈哈长老还是小弟 所有人都变成了僵尸 绿色的雅哈哈变成了褐色形态 没有人理你 场面十分的诡异 不管他们 先点亮神庙 方便以后传送 然后顺着树根一路跑进去 进入房间后 发现房间里面多了一个瘴气的洞窟 在这里呢 我们来一个非常帅气的滑翔飞行 一路往下冲 安全抵达地的后 发现被埋伏了 恶心的瘴气触手再次出现 打法呢 依旧是使用炸弹花 狐狸牙制 然后单挑幻影佳农 这里幻影佳农的实力 并没有提升 蛮好打的 几下就可以砍死 打败幻影佳农之后 雅哈森林的整个瘴气 被我们成功去除 整个森林又变成了绿油油的颜色 小胖呢 也从尖尔堡垒回到了森林里 其他雅哈哈呢 也会说雅哈哈了 一切都恢复正常 之后和大长老对话 出发剧情 这里剧情竟然是承接旷野之息 林科和塞尔达打败再要盖农后 再次回到雅哈森林 修复破损的大事件 同时在这里也可以了解到 大事件还可以变得更强 需要光和时间的力量 如果大家还没有从白龙身上拔剑的话 大长老会实施过我们定位剑的位置 找不到白龙的小伙伴可以找他去问 好了 这样雅哈森林就成功解锁了 下一步呢 就要去寻找雅哈面具了 回到刚才地下神庙 找个树根爬上去 依旧朝西北方向看 可以看到那里也有一个神庙 一路跑过去 点亮神庙后 会发现神庙边上有一个大剑香蕉 然后远处还有 这是什么大家都懂了吧 一路跟着香蕉走 我就会来到一处经济场啊 这边呢 我还特地换上了一概队的队服 捡到最后一个香蕉后 触发机关 一概队出现 竟然 爆刃出来了 这不科学 然后就是和水下经济场一样的boss战了 这次打的是独眼巨人 和人马比起来就差太多了 弓箭附上蝙蝙眼睛 直接打他大眼珠子 打出影之后 上去一顿输出 就可以轻松击败这只boss了 打完独眼巨人 宝箱出现 这里呢 就是可爱的雅哈面具了 戴上这个面具时 如果附近有眼汉汉 他就会不断摇动给你提示 也算是探索必备道具了 大家可千万不要错过哦 好了 如果大家觉得这期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记得点赞和关注一下我的频道 那么下期见 拜拜